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乡人留下宝贵的线索 受限于联盟成员不才 难以驻见 为我乡人正本清源 解除大一统迷惑独咒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历史学家刘仲敬先生 开通此不定期连线节目 欢迎诸位评论转发关注 乡林结社 驱逐共匪 胡乡独立 今时知学是儒家学说在胡乡的本土化 特点是不注重抽象的理论 而重视前古良农之类的具体失误 乡人认为这更接近儒家本真 胡乡共同体曾经的辉煌 让这种自豪感附带着固不自封 拒绝进步的风气 胡乡低处内陆 欲加排外 请问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足性的问题 这方面理论上的认同 就是符号性的认同 不是特别重要 比较起作用的是那种理论上不大能分析 很容易被弄混 如果有人给你胡脚蛮谈 你也解释不清楚 这种东西 就是相当于蛮足性的东西 蛮足性强的特征就是 无论是站在哪一方面 它的斗争都会显得很激烈 而不是很油滑 很圆融主义 大从怎么样都能行 后来香亚医学院的建立 是因为传教士觉得 湖南是最排外 最反基督教教 所以他们就要到这个地方去建立一个基地 也就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而曾国凡的湘军 他的整个理论依据 虽然也可以说是来自于儒学 但是也跟湖南的蛮足性非常有关系 就是同样接受儒学 例如在朝鲜半岛或者在五月 那会搞出非常不同的东西 蛮足的特点就是 它对任何新接受理论的排斥和接受 都是特别认真的 像基督教首先传播的时候 在西北欧和叙利亚的情况 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埃及和叙利亚 给论的感觉就是 基本上是取决于官府的立场 当官府是反对基督教的时候 镇压是比较特底的 官府支持基督教的时候 那么所有人都变成基督徒 然后所有人都变成穆斯林 整个就是费拉性很强 而西北欧的蛮足地区 荷兰英国的地方 是屠杀传教士屠杀的非常厉害的 是各部落酋长反基督教的传教士 屠杀基督教传教士非常厉害的地方 但是后来他们也是基督教的战斗力最强的地方 罗马人招兵的规矩就是到伊利利亚 也就是现在克罗地亚 波斯林亚那些 蛮足性比较强的地方去 埃及和叙利亚兵一般都不能打仗 也是出于类似的关系 例如五月 折洞和折西 三地带有一些蛮足性的人 和太湖平原地区 非常柔密的人 之间 他们的反应也是非常不同的 乡军当时之所以会采与当时那种立场 有很明显原因就是因为洪秀权和越军的经过 激起了他们的蛮足性的反应 因为越军名义上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 所以反对基督教和坚持儒家原教主义 是他们凝聚和动员的力量 这使得乡军有他内在的保守性 这个保守性用保守两个字不能很两 因为保守可以指任何词 而它是包含有一定的蛮足的战斗性的 你还加了一点新皈依者的狂热在里面 例如洛阳的东汉士大夫 或者是荷兰的同样是清朝的荷兰的儒家士大夫 不会有这样的战斗性 这说明他们相军幕后的底子 其实是汉化和儒化 时间还不算很长 心理上和行为模式上 是习惯于蛮足那一套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释放机制 一旦有了释放机制的话 他们释放出来的表现就是非常不一样 例如黑山那些经常当盗匪的山民 加入共产党以后 他们跟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就完全不一样 保加利亚的共产党是典型的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类型 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是惯于当费拉的 他们主要是农民 然后变成共产党以后 也是比较巡富的 在东欧国家当中也是比较巡富的听苏联的话的 而黑山人呢 这是盗匪承信 长期跟土耳其人和其他统治者打三地游击战 而他们认为他们的价值在新西方的南斯拉夫王国之下是体现不出来的 只有共产党游击队才能使他们发挥出来 于是他们大批地加入共产党 但是这个共产党的性质就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性质是相差更远的 所以大家都是大清朝的臣民 理论上讲人人都是儒家士大夫 而只有湘君有这样的表现 例如怀君对外资的做法就跟湘君不一样 如果你采取那种费政卿式的模式 就是沿海中国和内地中国保守和开放的模式 你可能会认为李鸿章和怀君跟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 他也更加开明一些 但是实际上就是湘君的保守性更强一些 这是因为他依托的理论上是儒家 但实际上是由汉化没有久的 不算太久的 还有一定蛮族性的三乡部落 是在用儒家的正统意识形态来诠释他们习惯的行为模式 使他们原有的行为模式 第一,可以正当化 第二,团结能力和在高层次政策上拿出台面 争取支持的能力大得加强 如果是部落习惯法的话,那是走不出多远的 如果是儒家的道义法,那么在哪里真的有得通 而且能够团结的人力要大得多 但是如果背后没有那些由部落直接残存下来的行为模式在后面支持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就像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有战斗力 而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总是挨打,是典型的费拉一样 不能仅仅用伊斯兰教教义来解释 我们只能说是,阿富汗的三民在伊斯兰教教义中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能使他们的好战的上午的从上报复之类的部落习惯可以正当化 而且还可以在更广大的伊斯兰教世界赢得支持 还可以利用伊斯兰教的资源,把他们的部落组织上升为比较高级的王国或者大国,因此他们就接受了伊斯兰教 而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则从伊斯兰教当中找到的一些名义上是爱与和平 实际上是坐牛坐马,寻乎地接受各个争复者摆布的那些东西,他们名义上也是伊斯兰教徒 当然这样一来,阿富汗也可以说是特别排外的地方 但他也可以说是按照罗马人和英国人的观点,是特别争取自由和独立,是外来帝国无法寻护的地方 反过来,正因为英国人征服不了阿富汗,也征服不了尼普尔,英国从这些地方招募的外地军团,反过来用来镇压孟加拉人或者在印度帝国维持治安才是特别好用的 如果你在缅甸或者是孟加拉招募军团的话,这些军团是不能作战的,英国人在缅甸召集克伦人做他的军团,而不肯召集下缅甸那些费拉法的军民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们招兵跟罗马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清廷在危难时刻能够援助他的力量其实跟朱安党是一个道理,就是明清两代在自己比较强大的时候有可能镇压了一些力量 那些土司势力跟土司有关系的势力,这些人是有一定能力反抗朝廷,很可能被朝廷镇压的,但是在朝廷危难的时候也只有这些人才有能力的秦王 平时乖乖地听朝廷安排摆布的人,到危难时刻只会要朝廷分出资源来保护他们,不可能反过来保护朝廷。 而儒家道义在这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等于是克伦人的基督教信仰起了作用。 克伦人本来是长期被缅甸人压制的蛮族,但是他们跟费拉法的缅甸人不一样,他们有战斗力,但他们的伦理和达不到高级资源。 英国人给他们带了基督教,使他们的军团为英国人的效率变得正当化了,于是两者之间就接通了这个联系。 曾国藩、罗泽兰和金氏之学起的作用就是,把湖南人的蛮族性和蛮族部落的残余跟A维护恐龙之道和B维护大清正统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维护恐龙之道这一点,又因为粤军对湖南的掠夺和粤军的基督教异端信仰加强了,因此湘军就变成了一个卫道之师。 它不再是为满人效力,而是维护我们自己认同的儒道,而这个儒道被解释出来变成维护湖南本身的乡土秩序。 同样一个儒道在吴越和广东就会被解释成为非常不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大宗教本身并不能够避免理论上同样的信仰它的不同族群发生冲突,之所以会形成不同族群,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不一样。 而你的行为模式跟别人不一样以后,你有可能被污名化,被说成是你们是一帮没有教化的蛮夷。文明人不是这样的,即使你能打赢,嘴上还是说不过,心里还是有缺憾,但是有了高级理论的撑腰的话,你就变成理直撞了。 再加上立了秦王的功劳以后,你就可以把自身的殖民主义延伸到复党的两江、四川和其他什么地方去,这可以给湖南本地带来极大的殖民主义利益。 但是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跟其他的也有殖民输出潜力的人发生冲突。例如太平天国的战争,实际上是湘军和越军在争夺吴越的高域之地,争夺保护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吴越地主和商人的权利。 而湘军之所以显得比淮军更土鳖一些,恰好就是因为他的乡土共同体比淮军要更稳定一些。湘军和淮军的作风不同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的,湘军比较接近于存儒,而淮军比较接近于投机分子。 这是因为李鸿章在招募他们的时候,他吃的就是现成饭,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像曾国藩那样从最基层做起,而是把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那些盐宵和香槟,草草地收边起来,就带到上海去了。 然后依靠上海从洋人那里赚到了很多钱,自身却组织不起部队那样的吴越士大富出的大量金钱,淮军的钱比香槟要多得多,把这些钱组织起来。 当时如果大量外资进入湖南,是肯定要冲击曾国藩所代表的、所出身的那些保守的儒家湘民的价值,他们有很多是不能适应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游戏当中会亏得很惨的。 所以曾国藩在对外谈判的时候是非常反对在湖南开放过多的口岸使大量外资进入湖南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这些利益进入了那些买办的口袋里,而买办自身缺少共同体,他们很可能赚了。 钱以后就到上海去过逍遥的生活,这些钱并不能够废集本地,反而会冲击地方共同体,使道德法则、道德经济学约束自己的宗族和农民的那些儒家地主,维持不了乡里的秩序。 而他们如果连自己乡里的秩序都维持不了,自然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冰原输出到外地了。 能够把冰原输出到外地的前列条件就是,我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而有移,如果自己的秩序都维持不了,那就要像吴越一样,本身还需要克军,比如说满洲征服者或者是洋枪队之类的力量来维持你了。 从曾国藩的角度来讲,这一点应该是现在川普的支持者非常能够理解的。金钱并不是主要的,纽约华尔街的基农家赚了很多钱,但是并不见得能够废集印尼安娜的红脖子。 川普和彭斯所要保护的是这些,普普通通住着大房子,平时的时候就善于顽强,随时都能够打仗。但是普通学历也不过是高中,在印度来的一大批博士的竞争之下,如果是仅仅按照科举的竞争方法,完全竞争不过那些印度人。 然而那些印度人和越南人是不会忠心为美国打仗的。用诚心的理论,你反对不了全球化,因为印度人和越南人是带着钱来的,带着科技来的,而你这些人只不过是一帮高中生,但是美国的国本是靠这些高中生和土牧师在维持的,所以他要维护这些人。 曾国藩所要维护的儒家共同体和他的乡土共同体其实就是湖南的这批类似红脖子的人物,他们在学问方面是很土的,只懂一些粗浅的道理。 这是湖南的儒学,从纯学术意义上升不高的原因。而反过来,既然他们能够促反乡军,在清末形成的一种无乡不成军,什么地方发生的动乱,大家都到湖南来招兵。 湖南的军团像是瑞士军团在全欧洲一样,是本地一个最重要的创会产业,那么他们就要反过来歧视你们那些虚假的无用的学问,说我们的金氏之学才是唯一真正的学问。 这些博弈当中起真正的作用都不是学问本身,或者说是学术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学术背后的共同体和社会博弈。 学术起的作用,与其说是他本身,不如说是依靠他来支持,把自身利益合法化的这些政治集团。 您曾强调军国教育对湖南中级军官产生的重要性,华盛顿将军的民兵是军国主义的最佳典范,但我们也注意到,您提到湖湖明清一代的时候,湖湖训国的多位是戴夫家庭的世家子弟。 后来,湖湖平民参加战争,直接履行保护乡土的义务,这种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今天的湖湖共同体没有了儒家宗族,能依靠什么呢? 这个共同体归根结底依靠的都不是理论,理论能够成功那都是对现实中就已经存在的秩序生产力加以包装实质能够升级,然后它才能够成功。 但是有没有适当的理论包装也是相当重要,它至少可以使你在高级政治中处于有利或者不利地位。 例如,湖军的传统在军国主义兴起以后仍然是存在的,胡乡尚武,直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沈从文还说,国军中下级军官有三分之一是湖南人,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国军的上级军官和政治领袖当然已经不是湖南人了。 沈从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充满怨愤的,抱怨说,胡乃人被当了炮灰,牺牲很大,而且蒋介石还准备让他们接下来做进一步牺牲。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就是,这个牺牲得到的利益跟胡乡本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基本上整个就是充满怨愤的口气。 而不是在清朝末年,张腾水时代,那些通俗小说当中描绘的,胡乃人对各地招兵都只有到胡乃来,是充满自讨感的那种状态,那是一种瑞士兵团式的自讨感。 而现在,在1946年就变成一种被人利用白白牺牲的怨恨感。这一点就是因为缺少高级建构的原因,胡乃人仍然有传统的上武精神,仍然可以产生出大量的中下级军官。 但是这些中下级军官被分割拆散到其他各地去,白白消耗了,最后保卫胡乃本土的时候,反而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应用。 这一点其实负主要责任就是蒋介石的大一场政权,他对乡军、粤军和所有各军、滇军都是用同样方法应用的。这也是他在1946年以后垮得这么快的基本原因。 他把滇军和其他各军调到满洲去,使他们切断自己也有联系,而本土去缺乏保卫力量,等于恰好是走一套跟曾国藩相反的道路。 当然,曾国藩是不可能统一满洲帝国的,他无论主观上多么忠于满洲皇帝,他起的实际的作用是,其实他跟洪秀权是差不多的种的。 尽管他反对洪秀权,而且不平息了洪秀权,但是他实际上是使洪秀权即将造成的那种把杨泽江以南从满洲帝国分裂出来的做法加以合法化了,使南京的主人不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差别就只有这一点点。 如果你自身不行,那么打击力量和帮助力量是完全相同的。英国到了注定要失去霸权的时候,你只能说是把霸权留给德国还是留给美国人。 民意上英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跟德国取得了胜利是一样的,英国的霸权都失去了,只不过接班人由德国变成了美国。满洲人也是这个样子,他跟洪秀权拼命的结果只能使把接班人由广东人改成了湖南人。 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衰退中的内亚殖民者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杨泽江以南人的土地,只不过对于没有自卫能力的吴越这些地区要由谁来当保护人的问题。 广东人对于湖南人的胜利一直是不满意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们翻盘的功绩。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跟斯大夫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斯大夫、革命家和诸下爱国者三者的立场对洪秀权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斯大夫是极其憎恶洪秀权的,因为他搞了那一套原教旨主义的作法,严重地干扰了斯大夫的舒适生活。 只要有可能,斯大夫就骂了他们。斯大夫在毛泽东时代被整得很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又翻过来了,所以对洪秀权的评价也又翻过来了,像太平杂说的这些文字又把洪秀权写得很坏。 而革命家是把洪秀权当作自己的,无论是国民党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家,都把洪秀权当作自己革命的先生,把他写得很好。斯大夫说洪秀权坏,而革命家说洪秀权的好。 但是诸下爱国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吴越人总是认为洪秀权很坏,当然洪秀权是一个殖民者,把他们虐得了很惨,而广东人的态度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例如,陈济权在跟蒋介石作对的时候,他首先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妈妈的坟墓迁到洪秀权家的坟墓里面去。 因为洪秀权在南京作了王,他正在跟蒋介石作对,他觉得洪秀权的风水已经是很不错的,所以把他们家的祖坟迁到这个风水很好的地方,他也就可以打进南京去作王了。 他跟蒋介石的民意上都是国民党人,但是陈济权的这些暗地里面的想法很显然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反映的是广东父老乡亲对洪秀权的想法。 对于广东父老乡亲来说,洪秀权是一个带着南岳子弟兵征服北老的英雄,并不因为他后来失败了以后被士大夫描写得很糟就改变。 同样,在旧唐书中留下的痕迹说是,河北人民崇拜安洛山史诗明,在安史早已经变成叛逆而失败以后很久,还给他们建立了四圣词,就是安洛山和他儿子史诗明和他儿子的庙。 他们不既是唐朝皇帝,却既是安洛山。然而在新唐书这些儒家士大夫占价值观占主要地位的文献当中,就把安洛山史诗明说得一文不值,说是河北人民坚决反对他。 但是坚决反对他的可能就是颜真卿这样坚持帝国大义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而河北的蛮族军人和老百姓恐怕是像热爱斗建德一样热爱安洛山的。 河北,因为唐代一直是关东和关西相互矛盾,唐代表了关西和关隆豪们的利益,对于关东人一直是歧视和打压的。 所以,关东在斗建德失败以后一再爆发刘黑达黑龙会之类的叛乱,后来这些叛乱又转变成为安洛山的叛乱。 也就是说,关东人要么崇拜斗建德,要么崇拜安洛山,实际上是始终不认同唐朝皇帝的。广东人对于洪秀权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反过来,湖南人在国民革命中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恰好就是他们跟满洲人结成联盟,打压广东人从吴越走到的东西。 侵迫湘军的势力主要依靠他控制了两江的地盘,而控制两江的地盘实际上是征服战争的结果。 等于是,湖南人和广东人在争夺吴越殖民地的过程当中,湖南人打败了广东人。 所以以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曾国权,还是刘坤一,只有湘军系的人马才能够坐在南京的宝座上。满洲人维持了民意上的宗主权,但是如果他把不属于湘军系统的人派到南京,那就会出现张文湘赤马。 张文湘赤马事件的解决,实际上是清政府向湘军投降。马兴怡之所以能够到南京去当总督,就是倾庭企图背酒士兵权,利用曾国藩的牵退,觉得派一个非湘军系的人马到南京去解散和整治湘军,就可以把湘军血汗功劳打下来的南京城收回到清廷手里面。 但是湘军的下居军官面不改色地杀了这位总督,而迫使清廷派出去调查官员都不敢写出调查报告。以后,清廷就知趣地屈服了南京的总督只能由湘军系统做的。 这个格局被国民革命颠覆了,国民党通过北伐,使南京回到了国民党手里面。在这个变化当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湘军。 湘军变成了一个受打压的地方性势力,本来至少是比川军、杠军和贵军强得多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退回到跟川军、杠军和贵军差不多的境界。贵军还好,他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杠军和川军是没有战斗力的,蒋介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对湘军就是极其不公平,等于是你付出的更多,得到的却跟其他人差不多。 本来是比越人要强大得多的力量。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由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他们全是广东人,而蒋介石也是吴越人。 结果,反过来,又有满洲帝国时代的帝国第二号人物,除了满蒙贵族也就是他们的第二号合作者,在杨大人面前也是第二号人物,变成跟四川军阀差不多的,变成蒋介石削欢的对象。 一面利用你的军官去给蒋介石做炮灰,一面造成的结果,反而要把你自己残存的军阀势力向河建的这些一个个消灭殆尽,把湖南变成一个普通的内地神分。 那么这些事情是,它有没有一个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要打倒拉津民族那样的民族主义做称号的?没有,它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建构和国民革命的口号,但是这个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实际上是成功地做到了将胡乡传统资源。 我们要注意这个主要不是经济资源,乡军的传统资源是它的蛮族性、它的乡土共同体。 这些乡土共同体,使它能够产生出忠勇的下级军官,把这些资源一点点消耗殆尽,使得乡人变得软弱了,内部完全空虚了。 那么乡人为什么不能够凭它的硬食呢?我们要注意,蒋介石是没有嫡系部队的,他嫡系部队甚至不如贵军和粤军。 他主要依靠宋子们给他搞钱,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列宁党留下的这个党国机器。最后一条就是他招降大叛,不断在敌人的阵营当中制造分裂的能力。 如果凭它硬势力,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国民政府内部就没有真正的敌系部队,甚至连李中仁、白冲洗的那几个敌系师也没有,真的打硬仗他是不行的。 他靠的力量当中很重要的都是历史形态的力量。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河建有一套诸夏主义的历史形态,能够跟贵军、杠军之类的结成联盟,把湖南独立和中国独立当作平起平坐的力量,使国际社会认为这就是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战争那种东西,那么蒋介石是很难打败他的,也很难把他的资源都收编过去。 这种情况等于是,蒋介石有一套高级的意识形态建构,使他至少头重脚轻地坐了二十年天下,但是他的脚下是空虚的。蒋介石虽然是吴越人,但是他根本得不到吴越士大夫的支持,在其他各地,他也没有实质性的支持力量,他靠的就是戴吉涛的那套空空洞的意识形态,他只有上层意识形态的建构,而湘军其实有坚实的中下层,自曾国藩以来建构的已经相当好的军官团。 这些军官团团如果放在普鲁士或者拉丁美洲国家,是足够建立一个小国的,但是却因为上层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最多提出湖南自治,还不敢反对中华民族的概念。 我们要注意,当时的湖南像现在的香港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湖南独立的,是毛泽东这种屌丝没有什么资源的年轻人和边缘人。老满常回,手中有很多钱的中年人、中老年人是只敢说自治,不敢说独立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最好的自己给耽误了。 可以说,当时如果毛泽东坐到了赵鹏T那个位置,孙中山和蒋介石是他的,那他没有办法的。而从苏联人的角度来讲,苏联要输出革命,他根本不在乎你读不读还是统不统,只要输出革命。 你跟苏联人的合同联合,谈判条件不会比蒋介石差,沿河陈炯明照样要跟苏联谈判的,这个完全是看你的实力和博弈性。 但是由于这一点也是曾国藩时代留下来的留弊,曾国藩忠于大清,胡乡的上层人士在大清国赤古很多,所以即使在大清国的清联邦实际上已经解体,清联邦的解体就意味着在清联邦持古的这个大股东都是师多于德的。 满洲人和蒙古人是彻底输光的,湖南人也输了一大半,两江的高渝之地首先落到了没有自卫能力的吴岳仁本口人手里面,辛亥以后这最初几年是江苏人唯一一次得到解放的机会,在这以前他们一直被乡军管在手里面,再往前被满洲人管住,再往后被粤军管住,然后被乡军管住,在北伐以后又被国民党管住。 就是在北洋这几年内,他们勉强得到了自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湘军来说,湘军的主要输出品就是他的军官。 从外地得到的军想,这个军想对于相对来说相当于英国军官从印度退回来的大笔投资,是就此丧失的。湖南在近代变穷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关键。辛亥革命对于浙江和江苏是有利的。 当地的资产阶级得到了解放,利用上海的资源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直到国民党重新开始收割他们。 而对于本来资本不多,工业化就很少,依靠军官输入的资源的湖南来说的话,这反倒是一个损失。他们得到了殖民主义的红利,大部分都损失了。 反过来,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反过来把湖南当作战场。这是很幻常的事情,因为湖南是出强兵的地方。出精兵的地方应该是像布洛戴尔说的那样,是以民为贺的。 他会把战场带到别的地方去,而不会把你的家伤当作战场。你的家伤当作战场,这就是你已经不行了的证据。南北两军以湖南作战场,而至少是南军当中是非常依赖湘军的支持的。 而南北的战场又是湖南本身发生分裂,拥护北方的和拥护南方的离本土为战场。这就是湖南本身缺乏高级疫情的结果。 这种情况很像是英法在宗教改革时期。英法两国本来都是很强的国家,即使是在中世纪早期也是通常是出境作战,而不是本土作战的。 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英法都分裂成为亲西班牙的天主教派和亲荷兰的新教派,把本土作为战场。 巴黎和伦敦,伦敦差一点变成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战场,巴黎则变成亨利四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联盟从比利时招来的西班牙人的战场。 湖南在护法军政府时代的遭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他缺少了一个像亨利四世或者像奥兰治亲王这样的人,反过来用法兰西民族主义超越宗教。 亨利四自己是一个新教徒,但是他却能够把天主教占多数的法兰西统一起来,依靠法兰西伟大的称号,抓住法兰西天主教徒无论多么恨新教徒,都绝不肯心甘情愿让西班牙人做自己组织的心理,使法兰西王国重新伟大起来。 而奥兰治亲王也能够抓住英国的新教徒,无论是哪个教派教徒,都绝不高兴让英国人做爱尔兰人和欧洲人努力的心理。 天主教徒如果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而自己变成了爱尔兰人的臣服,他们是绝对厌不他之后气的。 新教徒也不会高兴依附荷兰人,荷兰人作为海上贸易国是英国这个岛国的主要竞争者,而英国条件本来比他们好得多。 这样的整合产生了近代的英法两个民族国家,也使得在整个欧洲来自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认同超过宗教认同。 也就是说,法国的新教徒会为了法兰西的伟大而支持天主教的法国去反对荷兰,而英国的天主教徒会为了英国的伟大反对爱尔兰和法国。在宗教改革以前的时期,情况很可能恰好相反的。 而湖南变成北洋意识形态和国民革命的战场,然后又变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场。 关键就是在于,这时胡乡的下级军官没有及时发明出适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发明不出高级意识形态,那么你的基层共同体产生出的资源就要被别人拿去当炮灰。 黎巴嫩如果不能独立,黎巴嫩的职员早就被拿去当炮灰用了,科威特的职员早就被伊拉克人拿去打伊朗了。这就是上层意识形态没有搞好的结果。 但是上层意识形态没有搞好,还不如基层根本没有基础的危害大,国民党的上层意识形态是搞得非常好的。 大中华主义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国民党在搞,而不是共产党在搞。共产党现在也完全是在承袭国民党的那一套,但是它在基层没有基础,它只能破坏不能建设。 它把滇军、粤军、乡军的基础全都破坏掉了,结果不是便宜了自己,而是便宜了共产党。等于是把自己的可以汲取力量的基础全都搞空了,搞空,最终在抗战以后,最终实现统一,把各军全部调出自己的省,统一编排的结果是迅速地遭着自身的腓力,而把整个中国送到共产党的手里面。 共产党等于是一个收垃圾的人,它是把被别人变成垃圾的人,全都轻而易举于搞到自己手里面。所以它胜利得非常容易,主要是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来负责收割的人。 在1949年、1950年,湖南任势上就表现得很清楚。 而湘军将领最后在关键时刻背叛蒋监师,是因为他们过去十几年已经受过蒋监师期,但是他们手中也只有空架了。 毛泽东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本身是看你的实力大小的。他曾经对李宗人白冲洗答应过,留你几十万军队在西南进行割据,那是假定贵军还有这方面的实力。 后来贵军没有这方面的实力了,这话也就不算了。湘军虽然达成了一个一国两制的条约,但是这时候他手中已经是无兵失灵,他自己的兵员已经被带到外地去,有些到了台湾,大部分已经被打散,被共军收编了。 所以这个一国两制也就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共产党就在河南山东干部学院培训出来的老干部,在天津从满洲调来的满洲老干部分批调进湖南来。 基本上是干部学院的一个干部团,几百个人进驻一个县,然后这几百个人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这个县未来的主人。 他们在这个县发出的作用就像是中联办在现在香港发挥作用,名义上还有湘军系统的人在继续当人民政府的省主席、县主席、县长,但是他们已经像现在的林郑一样渐渐变成傀儡了。 背后的工作组有南下老干部成的工作组,一点一点地砍掉他们的权力和爪牙,最后把他们彻底取代掉,然后湖南人原有的权力就没有了。 这意味着清末以来,曾国藩、罗哲兰产生出来的那个湖南忠臣社会的全面毁灭。这个忠臣社会产生出来的金法就是那些乡军的军官和地主。 他们迅速地被共产党全部打掉,没有打掉的人只剩下在清末没有加入乡军,还维持原有的土司和蛮族性,就是所谓的湘西土匪。 他们因为没有加入大清国的体制,所以仍然维持了战三为王的状态。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们也一直在跟国民党打仗。 所以,国民党垮台以后,也只有他们还有能力跟共产党武装对抗。但他们的力量就是很小的,只占有那些边缘的山地。 在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唯有办法消灭他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封锁线不完整。你总有办法通过走私或其他手段买到盐、武器和其他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盐和武器。因为本地不产盐,而战争形态进化以后,输入的西洋武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没有办法封锁彻底的。 而共产党可以对居民实行基层控制,干部支部建在连上,支部进入每一个乡、每一个自然村。进入该乡、该村以后,打倒或者枪毙本村的地主、士大夫、所有有教育、有文化的人或者把他们收编掉, 剩下的只是孤立和完全没有抵抗的那些屁下中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控制起来,连哪一家人家里面多吃了一块肉,都有文箱的去侦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再跟那些山上的蛮族搞走私贸易,把资源送给他们。 在这种严密的封锁之下,人口本来就少,虽然善待了蛮族,才能够最终被征服。共产党以外,除了鸡犬族以外,其他的手办都是没有办法征服这些蛮族的,这就是所谓的湘西搅毁剂。 当然,这样搞出来的结果,湖南是元气大伤。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对那些被打倒但是没有被杀光的前朝余孽进行全面清洗。 后来毛宇四曾经说过,湖南现在不行,是因为它最优秀的人都被杀光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台湾的投资者说,到湖南投资的人就说,湖南投资条件是不好的。有很多地方,实际上你只有能干苦力的人,能做职员或做买办的人都没有了。 显然这些人是因为阶级成分不好,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杀光了,杀到断鸣绝孙了。然后改于开放时期,要重新从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资产阶级、支持分子和其他人,那是需要时间的。 至少在一代人,也许更长时间内,这里是处在清房不接的状态。这种状态等于是回到了清朝初年的湖南。我们要注意,明清的湖南至少在长沙香水流域是断代的,没有断代的是山地和比较偏远的那些。 因为主要是由于张献忠、李志诚、余涅收编成为南民部队,对产米地区进行彻底盘剥,然后双方的拉锯战又打了很久。本来这些地方就是被张献忠农领过的,然后又被河同招他们使劲的真脸上的方法,说是死亡人数过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施加大多。 再加上迅雲的士大佛又是如此的多,基本上大城市的产米地区是断代的。这次破坏没有共产党破坏的彻底,因为湘西的山地和小地方没有一个波及,但是湘水、原水流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是人口最多的地方,基本上被起荡了。 虽然湖南的户口损失没有四川严重,但是核心地区人口最稠密的长沙湖南地区户口也是损失过半的,山地人口基本上没有损失,而且清初又没有明初的那种从江西大量迁入移民,替代被朱元璋屠杀的湖南人这种现象。 所以,清朝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所谓儒雀释迦大厨,增加向家这些人,一多半都是原有的土司人口或者是乡下人,在清朝中叶康熙千农时代慢慢迁入到人口需要补充的湘水流域的大城市和淑地的这些山里人。 而这些作为乡军支持的那些社会,其实是清朝中叶迁入平原、迁入低地的蛮族。这些蛮族所以在曾国藩时代还能保持战斗力,因为他们汉化和卢化时间还不到一百年。 而原先那些汉化和卢化比较深圳人,实际上是在明清改造化代时已经被杀掉了。 当然,这批新来的人第一是蛮族,第二是没什么文化的。所以他们到曾国藩时代才绵绵千长,除了像罗哲兰这些比较初级的知识分子,从学术上讲他们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他们的力量是靠他们背后的蛮族性和组织性,使他们在政治军事上能够有所作为。 经过共产党折腾以后的湖南,是在更大程度上重复了原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湖南的困境,只能从无产阶级和蛮族地区来逐步重新进入大城市和核心地区的新蛮族,重新发展出一批精英阶级,然后指望这批精英阶级来承担守护本土的责任。 这一点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原有的相当腐败的那个精英阶级被扫除干净了,因为原有的精英阶级肯定要受到汉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的大力统织形态的影响。 而新代这批无产阶级和蛮族,反而受的牵挂比较少,可以重途开始。比较差的地方就是,他们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源都是薄弱的,是平静起来的。 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是,不要把它弄不弄出了。因为蛮族像儿童一样代表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是什么?就像司马光说到那样,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 要扭转这种天性,反倒是需要有高级理论的。比如说,皇上虽然打了我,但是军要成,是成不能不死,我继续与皇上效忠不但不是耻辱,反而是一些特别高级的事情,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来扭转人的天性。 蛮族比较好对付,真正的自由体制都是由蛮族建立起来的。所以避开原有的意识形态,用真正符合本土人自身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他们,建立起新的共同体,扮演罗泽兰那样的角色。 罗泽兰不是什么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是一个很穷困、家里面经常常年吃不到肉的乡下小贼教师的这种性质人,他的力量就是他的心底纯朴,跟他的人民心连心,所以他留下的资本能够最后变成乡军,纵横及四层的乡军。 现在所需到的就是几千个像罗泽兰、江东元这样的人,在社会激烈动乱的情况之下,他们不是用他们的言论,而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能够团结相离。 然后在动乱时期,他们团结相离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没有能力的团结,连自身秩序和安全都维护不了的地方,就会抖然爆发出来的这种力量。 我想,罗泽兰和曾国藩都没有想到,他们最初顶多是想维持一下自身安全,没有想到外省人如此之弱,特别是吴越人和四川人如此之弱,清二局就被打得稀烂了,以至于他们本来是为了保护乡土的用兵,自然而然就向长江下游延伸,最后延伸到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大界面上的地方。 未经许可,不得可適当的程序,就会准备 abol。 未经许可,不得可適当的程序,不得可適当的效果。 不得可还採取的程序,准备防备。 太多了序,不得可適当的几十六年华,不得可適当。 不得可適当一序,不得可適当的凭时,不得迷迫。 晚安工作室。